炎炎夏日是饮冰品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使用饮冰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卫生局抽验散装现场调制手摇饮冰品 食用冰块及配料抽验83件饮冰品 其中21件饮冰品抽验结果不符规定 精通之业者限期改善 复抽结果仍有12件产品不符规定 以往其实在检验的部分 大概是以大堂感去伤的感病规矩 但是在110年的时候 我们食品中维生物标准有做一些修正 中央有做一些修正 所以传感菌科这个是我们新的检验项目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这次12项不合格的检验不合格项目 都是传感菌科 那给大家一个小资讯 其实传感菌科它是一个存在在人体 或者是动物肠道的一个细菌群 那当然它可能也存在于土壤或者是水分当中 那当这个传感菌科存在于食物当中的时候 它其实它可能会造成食物容易腐败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 食品中维生物的监测标准 这个是主要的用意 那当然大部分的传感菌科 其实不会造成所谓的疾病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但是如果一旦它大量生长 或者遇到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它可能就会造成腹泻 那也有人造成尿道发炎 那最严重的话大概就是白雪症的部分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在做 以冰品监测的时候 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次复检不合格 共有12件冰品 包含永康街 私牧席 香脆花生 蜜玉雪花冰 芋头芋圆牛奶雪花冰 酒氧茶食文化 永康店 探春红乌龙 Golteva巧克力 微风南京店 黑巧克力霜麒麟 莫凡比庆程店欧利欧巧克力酷冰勒 仁崇重厚切牛排台北光复店的麦香红茶 淨发家大安店的祖传绿豆沙 万丹红豆沙 三两品茶的百分之百绿豆沙沙 前都火锅内湖成功店双麒麟 以及黑丸嫩仙草古亭店的四季清茶 那当然我们也提出了 我们卫生局会到现场击查的五大重点 第一个刚刚讲的工作人员守护 因为其实守护如果有伤口的话 都容易有金黄色不倒球菌的一个感染 也容易造成食品重度 所以我们会检查人员的守护 是否有伤口 如果有伤口的话 一定要完整包扎 而且戴上扣扎的手套 才可以做食品的接触跟操作 那不然就是不能去操作所谓的食品的部分 可能去收钱 然后做其他不跟食品接触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母布一定要定期消毒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 冰品是不会再加热的 所以其实除了器具以外 母布常常是大家忘记的一个重点 你要四直的消毒 然后跟清洗 第三个刚刚讲的 工作人员要戴整齐的工作衣帽 尤其是帽子的部分 避免毛把它的掉落 第三个其实也常常会忽略 其实我们捞冰块 或者当配料的那个勺子 不要直接丢在冰块里面 或是丢在那个配料里面 应该要有个干净的容器去放在旁边 所以其实你可以试想 如果你们家有置冰器的话 你如果把置冰罩放在 冰罩放在里面 那冰块在做买上去的时候 你要拿那冰罩的时候怎么办 整只手要插进去 把那个东西捞出来 所以其实冰罩的一个卫生 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冰块的卫生 再来的话台面是要适时的保持干净 就是说当有东西掉落的时候 你应该把它擦干净 因为刚刚讲的 现在的今年夏天 特别特别的热 温度特别的高 你如果有一些配料 或者是有一些 汤汤水水滴在上面 你又没有适时的去把它擦干净的话 其实温度越来越热 它就可能在你的台面上变车 去污染到其他干净的时辰 然后对这个五大环节 跟五大重点 特别提醒大家 卫生局提醒业者 因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储存温度控管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制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安全卫生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